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稳定音响YouTube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开箱介绍的是 TGA2000R这个系列 R系列算是在TGA的品牌中 可以说是次旗舰 也是一个算是一个经典款 它的当家旗舰是3000系列的 在开始介绍之前呢 TGA现在目前算是在一线的大厂 这个R系列呢 也是延续过去的经典 一样是走这种薄的机身 做一个它整个产品线的定调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 关于这一台PGA2000R这个综合扩拉机 它跟市售的这些综合扩拉机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呢我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它的扩拉机的输出 100W 8Ω它的4Ω可以到200W 通常讲8Ω100W 4Ω可以做到200W 那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 它在低主抗的时候的驱动能力是非常的好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 其实它还是沿用这个旗舰系列 这个HV系列的这种设计的线路 所以它的8Ω100W是很 非常扎实的一个线路的设计 所以本身呢 驱动电流是相当的足够 那再搭配上它前级的部分 那前级它惯用的是这种电阻式的分器式的电阻的前级 它是不采用这种传统的用这种OPE运算放大的方式来做它的前级 它的旋钮转起来非常的算是有点像机械表的概念 这种通常就是我们之前有聊到跟大家讲的这种分器式的或是这种R2R的设计 高阶的这种前级的设计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设计 这个是为了要避免它更低的杂讯 而且可以得到更高的照讯比 还有更好的这种音量控制的品质 减少更多的失真 一般综合扩大机 显少谈论的是说 用这么高阶的这种前级做在一个综合扩大机里面 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薄薄的机身 当然它也采用这样R2R的基础在它的综合扩大机身上 那再加上配置上它是采用T1Mono的方式 就是左右声道的电路各自独立 那这样的设计通常是为了要增加它的分离度 本身在这样一个R系列这样的设计 可以说是你在这个保宝的机身下面 可以看到它满满的基础做在里面 大大的降低的那种晶体的生硬感 那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觉得说 过去可能对中风管机比较着迷的人会觉得 晶体机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算是小小的缺点 T1Mono这边就采用这种HV的设计 把它的电压升高之后来降低这个 算是一种材料特性上的一个缺陷 来提升它这个声音的这种温暖度 或是这种自然度 还有这整个声音的流畅度 它上面呢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就是它是这种铝合金的法师纹 它是用CNC切割之后然后再走这种法师纹的路线 比较特别是说它中间的这个logo的地方 它采用一个算是压克力的上盖 透明的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线路的散热的旗片 还有一些电路的部分 也很有诚意的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用料非常的好 也很大胆的展示出来它们内部的用料 把它打开 维持了这种液晶式的面板的显示方式 那采用这种按键式的这种操作功能 本身呢它也有提供这个耳机 也可以耳机输出的功能 也就是你怕晚上不能听音乐的时候 可以接上它的耳机 还有就是本身这一台PA2000R 它也有带有这种PRE的功能 也就是说它可以把你的后级的部分 这后级的部分可以把它关掉 当成是一个纯前级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说 它采用DUOR MONO的设计 而且前级的部分采用分器式的 所以可见得除了它的后级输出相当的优秀之外 相对来讲 它的前级也做得相当的不错 它总共有六个输入 那前面三组呢 都是XLR也是全平衡的方式 第四组到第六组的部分 就采用的是非平衡的方式 那第四组这边呢 也提供这个FONO的一个 算是一个唱头输入的设计 那本身呢 原厂也提供这种MLMC的这种卡片可以让 用户去做升级 那这个部分其实 本身标配是没有的 它这是属于 算是另外选配的部分 音量的控制上面 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说 它的 手感非常的好 有点像机械表 大家可以听听听看 就叹叹叹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 刚刚聊到的这种分析式的线路 R2R的设计 左手边的这三个旋钮 上面这一颗是它的Tone 就是透过音量旋钮来 转动它的选单 然后做一些设定的部分 那Tone那当然是免不了这种高低音的调整 跟低音的加强 然后在中间的话 还有一些menu的设定 包括它的显示方式 或是来源输入的指定 以及它也可以做 它的设备的一些连接上面的控制 最下面的这一个按键呢 则是它可以有点像是一个热键的功能 来调整它的音质 比如说你是要直接用Flat 就是一个平坦的输出方式 还是要变成Noudless的方式 就是有点低音加强 那这个都是在 简单的部分去做一些 在推动喇叭的一个选项的一个操作 其实是这样子讲 它总共有六组 那四五六的部分 是非平等的 一二三是平衡式的输入 那一二三呢 一二三这个当中呢 第一组 跟第二组 就是传统的平衡式 第三组的话 它是给用家可以做成Bi-Pass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有其他的前级 或是你的AV系统的话 可以 我们这个PA2000R可以把它Bi-Pass 变成是 当成纯后级来使用 这边呢 靠近中间这个部分 是有Pre-Out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讲过 它可以拿来当成一个前级的功能 也可以前级跟后级同时输出 输出呢 我们这个扩大机100W 如果你要推大型的落地 可能可以透过这个Pre-Out 再去接一个 比较Power 比较大的后级去推动 那Ling 它本身的扩大机的输出 可以去接它中高音 那我觉得PA2000 虽然它是100W 那推一般的这种落地型的喇叭 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像我们这个ST-20 POSA系列的ST-20 我们PA2000来推它 也是非常的绰绰有余的 那原厂呢 同时附上一支铝合金车制的 算是多功能遥控器 它也有 本身因为它本身也有CD的产品 所以在遥控器本身的功能性 也整合的相当完整 那我们刚刚把它打开 那出现一个TGA的Logo出来 然后它也有一个开机时间 那整个按键的触感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那种机械表的感觉 然后音量的调整 可以感觉到一阶一阶的跑 所以操作起来手感相当好 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结尾 那这一台算是典型的 这些不爱算是喜欢把扩大机搞得很大台的 尤其是有些人像很多的德国家庭 他们他们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那我觉得在对比起来欧洲他们的生活方式 比我们来讲的话更极简一点 所以他们着重的是这种生活上面的一个 一种感觉 他们不会把这种机器做得很跨式 所以他们也是走这种比较低调的 这种奢华感的一种设计 非常的优雅 就是宝宝的机身质感做得非常的好 这样一台扩大机 做到这样的售价 有它应该要表现的水准 基本上 TGA声线的设计 我觉得比较走这种 中性厚实 而且走比较自然 你的喇叭上 如果本身是手仪比较有个性的 就可以搭配上我们 像德国TGA PA2000这样一个 综合扩大机 那这种管就是它的暖度 有一些太高了 反而会弱化了这个 它的声音的动态以及活泼感 我觉得TGA它的扩大机设计 是我个人也非常的推荐 去喜欢 我们听大量各种音乐类别的时候 需要一台更忠实 更自然呈现的一台扩大机 来去推动我们的喇叭 以上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帮我们订阅按赞 加分享 那我们今天开箱 以及介绍 我们今天TGA PA2000R 这一台综合扩大机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